前几天去了我们建筑文的麻园 然后呢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一季的种植啊 居然还不如第一季 因为按理来说第一季的话是新建的园区嘛 然后人手也是新的 各种问题都会出现 然后呢就可能会比较难解决一些 但是实际上第一季我们种出来了这个 这个麻花还是品质算是OK的 然后最后也最终把它卖出去了 所以说第二季我们觉得应该来说 应该会比第一季更成熟更好一些 结果发现反而第二季 我们现在种出来的这个 就是准备进入花期 还不如第一季的这个种植 所以说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 员工管理方面的人生经验 这个也是我之前已经遇到过一次 但这一次呢 确实就感觉非常深刻 所以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为大家日后再遇到相同问题的话 会有一个比较果断的决定 该断则断 就真的是 你当时没有做一个决策的话 就到后面发现 这个问题接踵而来 然后也很难去解决 而且给我们带来很多损失 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我们那个园区的话 有一个泰国的技术园 也是泰国农业大学毕业的 种植专业 算是非常对口的 那个时候我们新建了一个园区 有这么一个在日常管理方面的 这个所谓的人才吧 应该来说是我们的一个幸运 也是非常对口 然后呢 到第一季种出来之后 到第二季的时候呢 就有一天呢 他突然跟我提出来这个辞职 要去其他地方 因为那个另外一个农场 给他的一个待遇啊 是我们这边的一倍以上 而且还工作时间减半 按理来说的话 这个条件这么优越是吧 肯定要去了 那当时我们其实园区 也没有其他地带人选 所以说就跟他 就是强烈挽留吧 就是把这个待遇提高一些了 然后把他的男朋友 都接过来园区一起工作 而且给的工资是我们公司当中 语言工工资最高的啊 就为了留住他啊 因为一开始的话 其实我给他的一些待遇 就是不是工资方面待遇 就是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买最新款的苹果14啊 都给他买了 那个时候刚开始工作一两个月吧 我就给了他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关心啊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福利啊 所以说最后跟他谈的这个结果 还是愿意留下来啊 也是感觉哎还不错 但是呢 最后面种植之后就发现 哎 其实啊 有的时候他就是员工的心 他已经出去过一次 你再把他拉回来 其实他已经很难拉回来了 他的心已经出去了 包括后面我又发现 他也有跟其他园区做一些这个工作啊 可能在周六周日之类的啊 但是怎么样这个经历上打理上都会不如从前 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第二季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植物的状态就远远不如第一季 所以说这个问题也是现在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困扰 因为这个东西你你一开始打理不好的话 你后面是很难再挽回 所以说第二季的产量估计远远不如第一季 如果知道这样的话就直接赶紧换人了 真的是不能强行挽留啊 强扭的瓜是不甜的 所以说啊 包括我以前的时候啊 我那个房地产公司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也是啊有个员工想留在他 但是呢提高工资一样也留不住 最后还是走了啊 而且毅然决然的就走了 当时还有很多工作交接没有做好 所以说啊 如果大家以后再遇到这种相同的情况 我建议就是当段折断赶紧找预备方案 也不是预备方案嘛 赶紧找这个替代人选啊 替代的一个方案 不然的话你强行让他再继续工作 继续管理继续做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后期啊 根本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啊 这个也是我们 我自己在这边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 今天呢也算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啊 小小经验啊 希望大家啊 以后遇到的话 可以有一个比较啊 成熟的处理方案 OK 那这一期就大概这样子吧 今天我们在华欣度假 然后顺便跟他分享一下这个事情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相关的一些公司管理啊 员工的一些事情啊 问题啊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啊 给出一个讨论一个最优的一个方案 OK 然后其他啊 如果感兴趣泰国房产方面的事情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这个视频的描述栏 领取我的那个啊 一个电子书啊 里面是关于泰国房产的碧坑五大指南啊 非常具有高的罕金量啊 也希望大家可以去领取 OK 那我们这一期到这里结束 我是黎明不是刘德华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Saw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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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